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人,他们平时最不喜欢记仇,哪怕被别人无意中冒犯了,他们也显得非常宽容,绝对不轻易和别人计较,可是万一他们被别人伤得太重时,就会记仇,而这时候他们一旦报复起来就最狠度,绝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。 其实在十二星座中,也有三个这样的星座,他们万一伤得太重,就会记仇,报复起来最狠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金牛座,在大部分人眼里,金牛座是那种老实八角,脾气非常好的人,他们平时总是表现憨厚老实,不喜欢和别人发生矛盾,可是看上去无比憨厚的金牛座,他们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主。 倘若有人故意去招勇他们,甚至看到他们无法容忍的底线时,那么此时的金牛座还是会记仇,他们报复起来才最狠度,一点也不给对方面子。 因为金牛座在记仇和报复之前,都是能忍责任,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必太计较,可是万一被人欺负到头上来了,并把自己伤得很重,那么他们绝对不会置之不理。 而是会记仇起来,而且金牛座一旦报复起来,手段相当狠毒,还把一直以来积攒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,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 这时对方才知道他们非常不好惹,可见金牛座万一伤得太重,他们就会记仇,报复起来最狠。 巨蟹座,一般来说,巨蟹座不是那种喜欢和别人斤斤计较之人,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得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,不会主动和别人发生冲突,凡事都以和为贵,不想让彼此之间的一点吵闹声极为更大矛盾。 不过这并不是说巨蟹座一来顺受,他们只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计较罢了。 当他们被人伤得太重时,就会记仇,而且报复起来最狠,因为当巨蟹座起了报复之心时,那么一定是他们不能忍受的事情,或者已经积攒了太久的怒气,不得不发泄出来。 也就是在忍无可忍之时,他们就会记仇,而这时候,招热他们的人一定遭到他们最狠的报复。 而巨蟹座不会心词手软,因为他们知道人善被人欺的道理。 如果自己的姿太善良,总是你来顺受,别人一定更加欺负自己,尤其在他们被别人伤得很重时,一定记仇并报复起来,不再让别人觉得自己好欺负。 天蝎座?天蝎座是那种以反之恩必偿,牙字直觉逼报的人。 如果你对他们很好,他们就一定不遗余力的去报答你,甚至比你想象中的要好。 可是,当你故意冒犯了他们时,并且把他们伤得很重,那么他们就会记仇,报复起来最狠,一点也不顾及你的感受,不把你狠狠打击一番。 他们绝对不肯罢休,这时你一定认为天蝎座有些小心眼,实际上并不是天蝎座小心眼,因为他们向来不是那种主动去伤害别人的人。 就算别人无意中招惹了自己,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如果对方做得太过分,并让他们受伤了,那么天蝎座就非常不好惹了。 而且很记仇,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报复,绝对不会让招惹自己的人好过。 至少让对方吸取教训,以后不会伤害自己。 由此可见,天蝎座万一伤得太重,就会记仇,报复起来最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